新闻深喉咙 有多深 花多深 公务员考试胶白卷 竟然还可以高分录取 这样的夸张行径就发生在花莲 由花莲县府办理的原住民生活辅导员珍事 爆出有官员护航 用作弊的方式让自己人顺利录取公务员 为了要脱逃报理 报答他前任的长官的提拔 再将这些违照的评论表 成绩表等公务书 交给不知情的蔡某某 然后去公告入庆 主导这次考试作弊的 就是这位原民处代理处长都顾撒云 他为了报答前任处长曾玉霞的提拔 想要帮忙他的媳妇 也就是这次作弊的考生林凤娇 安插进入单位内工作 就擅自增加考生名单 让他可以参加考试 不过因为他其中一个项目 公文试卷一个字都没写 交白卷被打零分 没想到这个代理处长竟然事后 带着空白考卷到考生家里 让他重写一次 然后再篡改成绩 把他变成第一名入取 检察官经过调查之后 现在将考生还有相关的涉案官员 统统提起公诉 而事情爆发之后 这位代理处长也赶紧辞职下台避风头 直至公务员任用考试 却变成官官相互录取的都是自己人 这样的考试制度 公信力似乎已经大打折扣 记者 廖维林 花莲报道